來到新年,我想大家最興奮的其中一件事就是錢 直接阿彭收到一個好消息 出Bonus 我的Bonus呢? 我的Bonus在哪裡? 為什麼沒有的? 13.4一帶蘿蔔糕 算是貴還是貴? 究竟YouTuber的收入是有多少? 究竟我們是有多少在這裡賺錢的呢? 加錢左右 現在我們一個月總共大概是洗這個 字幕提供 大家好,歡迎大家回來SukoKent 我是Suko 我是阿Kent 看這部影片的你應該是正值農曆新年的初二 所以我們就祝各位 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生天進步 濃麻精神 事事如衣 心想事成 3天後 大紅大寺 大吉大利 富貴逼人 富貴逼人 來到新年 我想大家最興奮的其中一件事就是錢 也有很多觀眾留言問過我們 你們究竟是怎樣用錢的? 你們究竟在這裡生活是否難? 錢是否夠小? 所以我們今天就拍這部影片出來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选過去的用錢習慣是怎樣 先讓我們來說一下 我們兩個正在做事是賺多少薪 IT 我由著一個販賺額問 所以就給我們2400 Mr.2500 左右一個月 我是在同一間公司販賺的位置 所以大概是2600-2700元左右 所以我們兩個人的薪金加起來 每個月大概是5000元左右 平時你給我一餐 你都很難知道我們的錢用成怎樣 它就是叫Coho 它是一個儲值的信用卡 不是debit卡,是信用卡 我們在裡面再開一個join的account 我們每個月都會放一筆恆常的錢 如果當那筆錢用完之後 我們就會知道自己花得了 還有我們會再另外一齊 每人給少少的資料 那我們為什麼要用這個app呢 首先因為它有join的account功能 雖然很多銀行戶口都有join的account功能 但是它其實是一張信用卡 所以首先就是很多地方都用到 也會有cashback回來給你 二來就是它的app我覺得算挺簡單 挺易用 所以我們也挺經常會用這張卡來付錢 它有一個就是可以看看 不同的你買過送的錢 哪些是買送的錢 哪些是Uber的錢 我們就可以看看它是否會用得了 或者是否會用得了 以前是多少錢? 不記得,但是這個格很誇張 那買這個吧 對 應該都是美奈茲的 應該是 我們有沒有設定預算每次買多少的? 就是有減價就很軟 這樣 13.4一底蘿蔔糕 算是底還是貴呢? 他們就是拉拉脆脆 這個人之前不明白為什麼我這樣叫 沒有人明白,你怎麼這樣叫 這個是我家人教的 我媽媽從小時候已經告訴我他們的拉拉脆脆 因為是奶加一些很脆的東西 所以是拉拉脆脆 有沒有覺得這個名字很淫邪? 沒有,是什麼人 沒有什麼 這張就是省錢神器 記住帶給大家 不是廣告 我們在送逃離現場 我們有時候出去吃 所以再加上這裡 通常都會吃幾個星期 還有有時候可能上個星期有些東西吃剩了 然後就下個星期可能都會吃 是呀,我們就這樣沒有創意了 但是誰叫它便宜了 我們又買了Hottons 是真的很便宜 因為它有優惠券 然後我們剛才用了優惠券 現在參加起來也不用30元 只需三個人 28元 我現在拿了這兩盒 就是我們的夜晚飯 那我在哪裡買的呢 就是這間 叉燒餅燒味 那為什麼我現在買完才拍呢 很明顯就是我剛才忘了拍 我還要買完之後走過了街口才升起 哎呀,糟糕了,沒有拍片 那這裡叉燒油雞 總共加起來是35元 但是不要忘記 還要加起來是大眼袖 所以35元是... 記得買的 直接吃飯收到一個好消息 出Bonus 我決定是買個蛋糕慶祝 我的Bonus呢 我的Bonus在哪裡 為什麼沒有呢 現在我們來買什麼 我們來買什麼 我們純粹是因為要慶祝 它出了商量 所以才特地買個蛋糕 只是這些而已 不要往那邊 我們沒有錢 兩杯檸檬茶加起來多少錢 喂,不要死 你有計算學 不吃嗎 這條影片的意義就是要... 等你記一下你的錢 大佬 買了多少錢 28.8元 即是一帶14元 對 挺大吃的 好,吃東西吧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好,我們正式進入正題 就跟大家說一下 究竟我們是花多少錢的 因為計算一個月 都真的很有難度 所以我們今次計算了 我們為期一個星期所用的錢 然後再乘回大概四個星期左右 就可以計算到我們大概一個月 是用多少錢出來的 我們就說一下一些比較必要 和每一個月都沒什麼浮動的費用 譬如是租金、集費和交通 因為我們租金現在是2000元一個月 基本上都佔了我們很大筆的花費 2000元等於我們所有花費的一半 差不多 還有好像說現在這個價錢已經算算便宜 很擔心未來要搬家的話 究竟是多少錢 如果再搬出來住 現在如果以Richmond來說 是已經2000元下是很難找到的 是 然後我們就說一下集費 集費包括水費、電費和租的時候 要買一個叫做租客的保險 還有就是WiFi 和我們自己兩個人本身的電話費 我都加進去一個月的費用 我們集費總共是218元 如果分開說的話 現在我們電話費 一個人是30-35元 然後租客的保險是30元左右 至於電費方面 其實我們冬天 因為我們家屋是比較熱的 我們沒有什麼暖氣 夏天也沒有什麼冷氣 所以其實不到很貴的 大概一天是1元左右 所以計算一個月就是32.6元 剛剛檢查了這個電費單 WiFi大概是80元一個月 再加上稅就是90元 但集費其實算是我們最小的支出 大概佔了10分之一都不到 嗯 接著就是交通 交通方面我們兩個都是買月票的 現在我們都是買一個送的月票 大概是102元左右 因為我們其實每天都要上班下班 所以買月票是會划算的 所以我們計算了每個月的交通 大概是400元左右 另外就是有時候 加拿大交通不是每次都到那個地方 或者有時候很趕時間 就要搭Uber 搭其他交通工具 所以加起來大概是400元左右 兩個人 不過這個費用也會有浮動 例如搭多了Uber的原因 因為下雪 我們不能工作 巴士不到 那些時間就一定要搭Uber 所以費用就會增加了 好,接下來我們就要說 大家都最關心的 對,大家都最關心 亦是真的可以變化最大的一個洗費 就是飲食 我這裡飲食 我包括了去買菜 無論出家吃,買外賣 真的出去玩 那些喝杯東西 那些我全部包進來的 我們計算出來的數 我們每個月大概是 花1500至1600元左右 今個月來說 我覺得算是比平時真的貴了 那一來因為真的新年 我們要多了跟朋友去吃東西 聚會 那樣 二來是 我們上條片也有說的 就真的 我們感覺到是 通脹是更加強了 那所以 節衣宿食這樣減下去 省下去 我想都一定會超過1200-1300元 我們還有第三個原因 就是因為 我們現在飲食 有很多時候都要包小朋友那份 就是我小朋友那份 所以其實這個價錢 是大約等於兩個半人的洗費 另外去超市買菜 我包了飲食裡面 雖然裡面有一部分 其實都是 日常用品 還有有些可能是 一買可以用很久的 或者是食物可以吃很久的 但是 就是如實給大家看看 我們一個月大概是買了多少錢 本來我們以為 完全自己煮 一定會再便宜一點點 但是因為最近我們已經經歷了一次 就是我們買了一批肉回來 是不夠三個人吃 也不可以帶飯 我們是覺得 其實怎樣都會貴的 就算你是吃外賣 和你現在自己煮肉價錢 其實我覺得已經差不多 已經追到別人打和了 我們直接為了貪便宜 去吃Tim Hortons 我覺得自己煮現在也很有困難 還有呢 其實裡面都隔了一些 不必要的洗費 例如 我們兩個有一個傳統 就叫Bubble Tea Wednesday 即我們逢星期三 都會去喝珍珠藍茶 因為一星期工作那麼辛苦 你一定要找些東西獎勵一下自己 選星期三的原因 是因為一個星期中間 最辛苦的人 你完結後就去買珍珠藍茶 好像有獎勵一下自己 或者我們有時候會去買其他甜品吃 代替了珍珠藍茶 我們最近有一間大學的學生記者 他真的訪問我們 因為他說看我們上次的影片 講通脹和100元吃足三餐 然後真的訪問我們 他說你大概 你覺得你們可以捱到多久 如果100元吃三餐 然後我們兩個都耳口同聲 一個星期就完結 因為真的受不了 接下來2023年好像說 經濟衰退了 我想這些東西應該會越來越貴 所以我們只能夠希望 可以盡快找到一份人工高的工 這就是我們現在最大的目標 我不知道觀眾是 可能你們說 我們不用那麼多 可能我平日吃飯 一千元一個月都搞定 如果是這樣的話 請你告訴我平日的飲食習慣是怎樣 讓我們學習一下 我們現在就展示給大家看 我們總共的花費是多少 大家可以看看這邊 我們總共一個月的花費 大概是4130元加支 剛才我們已經說過 我們兩個加起來的人工 是500元加支左右 5千元 我們兩個加起來是5000元的人工 是啊 你說了500元 我們兩個加起來的人工 大概是500元左右 我們兩個加起來的人工 大概是500元左右 5千元 是5000元左右 現在我們一個月總共大概是 4130元 對港幣是 25200元 所以基本上我們兩個的話 都有錢剩的 其實我們是儲錢的 而且我們有時候去玩 經常都會用儲錢去玩 我們有時候儲錢 一個月見朋友 可能都是一兩次 或者約他們上來打麻將 但不要吃東西 就盡量不要吃東西 尤其是弟弟來了 洗費真的大了 你看到這個表 就是租屋和吃東西 差不多是一本半 這條這麼可憐白色 這條 就是雜費 這個就是交通 我想跟大部分人的洗錢習慣 都差不多 應該都是這樣 我不知道 希望大家不要覺得我們大小 因為在我心目中 我們真的覺得自己很窮 我們很節省 我們覺得我們很節省 因為在家裡買東西已經不太便宜 譬如以前 可能上年年中的時候 還是八個幾 一份三文字 今時今日 已經變成12元 所以其實真的升得很快 我不知道我來的時候 都不太感受到 自從轉了工之後 其實那段時間 是覺得生活是輕鬆了 儲的錢多了 還有我們去玩的機會都多了 但進入冬天之後 我們真的覺得 錢好像越來越難花 不知為什麼 一兩個月 譬如我不舒服 請假之後 那個月是真的存不到錢的 再也 講講2023年 我們未來花錢 有哪幾個 我們比較大的關心 一來就是 剛才一直都在說 他弟弟來了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之後 應該會一起住 所以我們就要 搬一間 兩房 至一房一釘的地方 當然 其實現在這樣看 那個樓價 我們都沒有可能租到兩房 所以我們都應該一房一釘 但是 可能現在市道上 最便宜 都要去到 2200到2400 我們才可以租到 一間在夠三個人住的地方 當然 可能未來 弟弟都會上班 幫補一下家計 但最大的支出 都是來自我們兩個 所以 我們都會比較擔心 這個位置 因為租金本身 已經佔我們 成份人工很多 很多的錢 嗯 另外一個比較大的關心 就是 我們會考車 和買車 這個東西 都不能離開 因為 始終在這裏生活 沒有車是很麻煩的 另外 有聽朋友說 就是 現在買車 無論是一手 二手 直接買斷 怎樣都好 其實現在買車 都是很貴的 另外說一下 我看到有觀眾 在我們下面有問過 就是 究竟YouTuber的收入 是有多少 究竟我們是有多少 在這裏賺錢的呢 首先想說 我們開了這個 YouTube頻道 雖然只是短短的半年 但我們也很感謝 有這麼多的支持 三個月左右 我們就真的 開始可以開到盈利了 但是呢 其實那個盈利是不多的 百五元加錢左右 但是這個是說三個月的份量 所以每個月只有五十元左右 但是也能幫助到一天 就是一天的生活 所以也很感謝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影片 幫我們刷多點view 醫食父母 沒錯 幫我們幫忙一下我們的家計 我覺得呢 雖然說 現在生活好像很結局 但是 我們兩個人 絕對是比一個人自己來 好很多 一個人來 我覺得那份人工是真的 真的搞不定 你不可能自己租到套 就是一定是YouTube 尤其是在身邊很多朋友 身上都看到 是真的挺辛苦的 就是我們現在生活了差不多一年 我經歷完現在的生活之後 我會覺得有一個時間 是一定要回香港的 就是農曆新年 沒錯 沒錯 因為這裡是不流行逗禮事 就是我們這裡不流行商量 所以我們現在是比我想像中更結局 說一說 現在真的很沒有新年氣氛 是啊 我沒想過Richmond也這麼沒有新年氣氛 是啊 我以為大家都會去隔壁屋 哈門八年 新的一年 因為加拿大的經濟 這一年應該都會很惡噓 所以也恭祝大家 真的要好好照顧自己 身體健康 還有裁員棍粉海 是啊 好人一心平安 沒錯 憶內信守 蛤 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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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境求生 看多點我們這些影片 等在你艱苦的人生中有一點的甜 好啦 那我們這部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 記得like、subscribe和share我們的影片 以及記得分享之前的影片 那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我們下星期再見